如果最近我們再來是少年 刷出十分中毒的案件 現在還有台北民眾去北方分集點選舉 還還沒懷疑討論吃刷了 有四人出現各頭各老的政頭 懷疑說是十分中毒 另外一個案這是王平集團臉的點民 只有吃刷了後不爽快的人 結局已經有八十幾的人 不然對一些患者的檢體裡面 有驗出落落白毒 還要調查清楚 十分中毒的事件人看病 人所尖叫店百風分集 也團出疑似的案例 台北市衛生局接到便宜的通報 有些人在擠出 去百風分集的分店 吃飯不會煎湯和尖叫 不過有四人在晚上七點半 到十一點吃完就好 少年刷出現早伯 跟頭頂頂的情形 在半面去有醫生看 懷疑是十分中毒 茶油冷凍庫層架風扇不清潔 冷凍庫溫度高於-18度C 牆面有剝落等缺失 以限期四月十一日前改善完菌 其借附茶如未改善完菌 儲六萬到兩億元發還 北投公館店是在四月八號 下午的時間接獲衛生局的查核 我們還是要等待衛生局 能夠盡快找出這個原因 約160個人有用餐 用這個餐 到目前為止 也還沒有接受到其他的消費者 有先提感受到不適 衛生局派人去查核 要求這間餐點要限期改善 環境不清潔當中的情形 在這裡挑嚴照較高的手 半跟六紅的頂頂的環境減退 如果擦到八個困 一樣會裁判 那如果前幾天 一樣表達像事務中毒案件 洪品下面的餐廳 從我和向來 到柴北晚上 累計有八十人人在用餐 後身體不適合去給醫生看 為無分患者的減退 從保險中落到北斗 不過這是確定的原因 也會真是不確認 檢驗報告還沒有完全出來 不過我們有做了幾個檢驗 那目前初步的報告 是懦弱病毒 像是一些食物的一個污染 都有可能會造成懦弱病毒的一個感染 是安靈疑路要在關卡 為邊境差檢的名堂裡面 要還發現很出名的聯所建基點 在瓜瓜為中國建構的做阿爸 無通過用處的減減 而且比合計的標準超過36倍 這一批只參合 輸入業者為馬爾斯國際有限公司 畜酸為榮劑 蒸發殘渣高達1132ppm 法規值為30ppm以下 目前去問市買相關的食品 原本用阿爸帝的都換作是用地下帝 不過頂瓜瓜也回應說 台灣頂瓜瓜實在的包裝 都是在台灣製作的減減有合計 跟在陪的潮標的相片不一樣 如果這間公司是美國頂瓜瓜的 協助進出口上 實在的包裝是先來台灣 合計之後再出口 在北京如果是涵到沒有合計 就會在接消費、退費 請消費才放心 記者總括報道